共軍跟共艦繞台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看幾張照片大家很驚訝 這是山東艦 就是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 它整個軍艦的艦隊 這是空拍的畫面 然後我們標出它的各種型號 這個軍榮真是讓人家 當然你不能說 講敵人是有多壯大 但是畫面一出來 我們能不能擺出相同的陣仗 大家有個疑惑 國外的媒體已經畫出這一張圖 就在昨天 整個圍繞在台灣四周圍 所有的軍艦 他們把它逐一一個 用衛星空拍的把它拉大放出來 嚇死人了 軍艦這麼多密密麻麻 當然因為跟它編排有關係 但確實有非常多 但大家放心 為什麼呢 今天我看到自由時報用紅色的 紅色應該代表好事 紅色告訴大家 國防部說 大陸的軍艦 軍機不用怕 軍機飛得過來嗎 是用紅色的 好像是一個還蠻不錯的消息 國防部說敵人威脅要從台灣上空發動攻擊 但他們飛得過來嗎 我也在 原來我們有這麼足的底氣 核承輝台灣基金的中常委 他講說台灣的防空武器火力密集度 世界第二 僅次於以色列 就我們真的已經做到刺猬了 所以不用怕 大家放心 我們有很堅強的 這個國防的實力 聯合報畫出了一個令人擔憂 他說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 山東艦 他畫出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 第一島鏈在這邊也是比較深 第二島鏈是比較淺的 他山東艦在這個地端裡面來進行演練 除了封鎖了台灣的東部之外 他其實已經突破了第一島鏈 這聯合報告訴大家 不要以為飛彈沒有飛過去 就沒有什麼 或者是沒有環島時代 就不要以為沒有實彈 就覺得沒什麼 重點是山東艦 已經阻斷了我們的東部 以及他突破了第一島鏈 但是我們偉大的外交部長告訴大家 去年的比較嚴重 言下之意是這一次不嚴重 然後還有包括24海裡的爭議 過去這段時間 你們看到昨天有軍艦對峙的時候 我們的軍艦嗆 共軍的軍艦說 你已經進到我們24海裡了 共軍還說沒有 沒有存在24海裡這種事情 沒有想到讓我驚訝的是 我們自己不要中線了 行政院的副院長鄭文燦說 我們的海巡都很認真 都有堅守在24海裡面 你應該要嗆它 所以你怎麼會進到我們中線呢 我們要把它趕到中線以外 變成說我們自己推到24海裡了 那過去民進黨是怎麼講 2015年馬英九在當總統的時候 當時老共在台灣海峽中線西側 劃設了N50航線事件 當時民進黨罵翻了 罵馬英九上權入國 各種抗議 丟他拖鞋 雞蛋 灑紅漆 那我們現在自己從中線自己推到24海裡 我們都沒有反應嗎 然後包括我們的立委 這個八千立委 王定宇 他說笑死人了 笑死人了 聽到他聽到一個大獨家 說中共周三艦 照片上這個周三艦 他居然用無線電 聯絡了我們附近台灣的海巡艦 拜託我們的海巡艦靠近一點 他拍了照片要交回去交差 他說笑死人了 我還真的希望他真的笑死人 兵哥怎麼看 我是覺得 當然國軍有勇氣 有決心 有信心對抗敵人是好事 可是你說敵人飛得過來嗎 我覺得你是不是誤解解放軍的意思 因為解放軍所謂在台海上空 對你發射飛彈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不是真的飛到你的上空 他要不是B52直接上面投鐵炸彈 他是說他可以在台海上空 他直接對著你就發射飛彈 請問一下現在我們 敵機是每天都穿過海峽中線過來 請問一下你有把他打下來嗎 沒有吧 你的防空飛彈系統有作動嗎 沒有吧 所以他如果在海峽中線 對你發射飛彈的時候 我想反問一下你攔得住嗎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人家不是真的要飛到你頭上來 人家是直接在海峽中線就打你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台灣的防空火力 確實是密度是世界第二的 可是問題是我們在整個戰略上 是被動的 以色列可是主動的 以色列是他只要覺得 敵人可能想要打他 就先打敵人了 可是我們台灣是沒有這種東西的 我們台灣一定要敵人先動手 我們才會動手 是完全不一樣的戰略想定 所以我覺得 真的要把實情告訴國人 才會比較好吧 實際上現在你會 因為那天那個對話我有聽到 他就說你已經接近我們24海里 然後你已經破壞區域穩定和平 什麼什麼 叫他趕快離開 請問一下 你是守在24海里線 你不是守在中線 你忘記這件事了嗎 所以台海中線不是在24海裡 照理來說 如果像你過去所堅稱的 持母守中線 你們應該全部在 台海中線這個地方 只要他越雷遲一步 你就上去驅離 結果你並沒有做這件事 你是自動往後撤 那現在王八千還在那邊講 講說我聽到那個周三線 叫你再靠近一點 老實講我覺得 他根本在胡說八道 然後如果他不是胡說八道的話 第一個 這是軍方的機密 你可以隨便洩漏了 第二個 這只可能發生什麼狀況你知道 因為對方其實已經穿過 海峽中線了 那這個時候他 他不是一直在逼近嗎 那為什麼要叫你再接近一點 是不是你退的在後面 所以我拍不到你 假設王八千 如果他先講的是真的 假如他說的是真的話 對 那就更糟糕了 拜託 所以我覺得真的 物事敵之不來 正事無憂以待之 我們自己要做萬全的準備 但是不要老是隱藏很多消息 故意創造好像我軍很強大 可是實際上 做的都是一些弱雞的事情 還有包括現在 我看到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中華電信 他在推銷他的室內電話 很多人家裡都紛紛的 把室內電話退掉了 中華電信說一個月七十塊 買一個寶藏 什麼寶藏呢 如果打仗的時候 你的手機是不會響的 手機就會斷掉了 但是你家的室內電話 還會響喔 說發生天災的時候 還有戰爭的時候 無線網路都會斷光光 但是你家裡那一支似畫 他還是有可能變成你的救命線喔 建議大家每個月七十塊錢 當作買一個保險 但為什麼我們不願意裝似畫 就每天都是詐騙的電話 打都煩死了 所以現在內政部說 我們以後未來刊登投資的 或者求職的廣告 都要用實名制 不過大家還記得 我們昨天講詐騙 詐騙的是賣家 是賣家被騙 所以不要以為買家都無辜 那唐鳳他說這個可能很難執行 唐鳳什麼都難執行 他都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只能被動評論說很難執行 結果他們自己底下的單位 欠人家薪水 現在徐曉星爆料之後 被證實台北市說 真的要罰他錢了 那包括我們看到南韓 我們昨天有看到 這個法國的態度 台灣的狀況 歐洲最好不要加入 現在連南韓隱形月都被質疑說 他雖然韓美同盟 可是台灣出事的時候 南韓好像沒有有事 隱形月去年9月的時候 接受CNN的專訪 他說如果發生台海戰爭的時候 第一任務不是援助台灣 是確保我們這邊沒事 確保朝鮮的進攻要防範起來 那最近有個新聞 北韓氣到連續四天 不接南韓的電話 他說研判有可能 他們在抗議 他們跟美國聯合軍演 我想從前面開始講 這個何成輝說台灣的防空武器 火力密度世界第二 沒有意義 數量是不是世界第一才重點 我們台灣第一這麼小 密度很高 然後數量不足 沒有用 對岸的飛籃是我們的十幾倍 我們有辦法把他攔得下來 數量夠不夠 沒有講清楚 再第二個 王定宇說 對岸說好像希望我們的軍艦 靠近過去讓他拍個照 如果這個是屬實 我覺得問題真的非常嚴重 嚴重的是這赤裸裸的挑釁 看不清我們國軍 對岸已經利用軍演親門 探戶到我們國家的中線之內了 結果居然還在 過來拍個照 我要回去交差一下 代表完全不在意 我們國軍的防禮 他根本不在意你 這就好像是壞學生 欺負完好學生之後 叫被害者還要保持笑容一樣 對 看不起我們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覺得這如果是真的的話 我覺得我們國軍 真的要硬起來 強硬起來 要不然對岸 根本瞧不起我們國軍的軍力 非常糟糕 再來這個世話詐騙 這就不好說了 因為我們選舉的時候 常常也是用到這個世話請託 拜票請託 對 但是隨著選舉越來越進步 的確這個拜票效率越來越差 我們也漸漸不再用了 但是如果家裡有的時候 能夠有一支所謂的室內電話 我覺得也許是個不錯的選擇 雖然很多人覺得沒有必要性 但有的時候 也許你手機沒有電 或突然沒有網路的時候 能夠接到一個緊急的訊息 也許是個不錯的選擇 我也是建議 再最後就是韓國的問題 以錫悦當時在選舉總統的時候 他的目標就很清楚 他就是親美反中 但是很明顯的 之前裴若曦到南韓的時候 他也不敢直接見面 因為就連這麼親美的總統 他都知道國家的利益 才是真的最重要的 所以我才說中華民國 包括蔡總統 拜託你注意一下 當然你要相信美國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完全的不懷疑美國 全心全力把所有的人 都放在美國身上的話 我覺得越南阿富汗 就是一個很好的借鏡 我們要千萬注意 不要讓台灣的未來 遭遇任何的不幸 而且至於險境之內 今天有個消息 很多高雄人聽得傻眼 沒有想到台積電 連28奈米廠都出狀況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謝謝 拜託拜託